今天我们学习长嘴壶茶艺花式高级动作 闭波荡香 在这一次的表演中 我们需要注意哪些动作要领和技巧呢 请看以下的动作分解 准备工作 长嘴壶 玻璃杯 服装 步骤一 右手正直弧 胡嘴倾贴手臂 左手拿杯 置于腰间 抬头挺胸 小前左攻步 步骤二 左脚向前迈一步 形成左攻步 右手直弧平胸 胡嘴置于右手臂上 左手掌向内 轻贴右手背 抬头挺胸 步骤三 重心前移 右脚向右迈一步 形成马步姿势 同时左手举杯过头 右手向右推弧 胡嘴朝前 步骤四 手腕控制胡柄 将胡嘴向下迅速旋转 让胡嘴指向右方 步骤五 向上跳胡 右手在胡声下降过程中 快速接住胡柄上步 胡嘴朝上 步骤六 跳胡 胡柄水平 逆时针旋转一圈 再次接住胡柄原来部位 胡嘴朝上 步骤七 跳胡 右手快速接住胡柄下步 形成正手直弧 步骤八 收胡于胸前 向前方推胡 向前方推胡 同时左手放下 将玻璃杯置于腰间 步骤九 向上跳胡 右手离开胡柄去抓胡嘴 离胡声四十厘米处 胡声向下旋转一圈 当胡声转到上方时 手离开胡嘴再抓回胡柄 胡嘴朝左 步骤十 松开手掌 让胡嘴向下旋转 手掌引导胡嘴旋转两圈后 抓住胡柄 注意控制转速 切勿让水洒出 步骤十一 胡声原地向上翻转一圈 接胡柄 马步变成右弓布 收胡于右腿上 胡嘴朝上 轻贴手臂 步骤十二 左手向前伸出展示玻璃杯 接着完成四次跳杯 先将玻璃杯向左 在空中旋转一圈 再向右转一圈 上抛正手接 上抛反手接 步骤十三 掺水 左手反握玻璃杯 移到左侧 右手提胡 将胡嘴快速对准杯口参水 步骤十四 收水 缓慢降低胡声 等水柱冲力减弱时 快速远水柱方向推胡嘴收水 胡声放回右腿上 步骤十五 步骤十五 左手将装好水的杯子移到身前 顺时针和逆时针绕两圈 四杯 收杯于左腰 收杯于左手